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 能让有着地表最强生物之称的范马永次郎都甘拜下风 那就是拥有着诡报之力的烧江星人 就在刚刚 烧江突然出现打断了父子俩的谈话 对于这场父子大战他本不想插手 但他实在看不下去 两个大男人打起架来婆婆妈妈了 电牙瞬间燃起了斗志 终于在烧江的逼迫下父子俩的大战再度开始 可无论永次郎如何攻击 都无法触及到任牙一根寒毛 见此永次郎变得更加兴奋了 就连攻击的拳头都用上了技巧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任牙仅用一根手指就将他的攻势轻松化解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皆是一惊 没想到任牙竟然利用和气道将永次郎给甩飞出去 然而就在即将落地之时 永次郎再次向任牙踢出一脚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任牙脚下的地面阵随 见此永次郎微微一笑 此刻两人的大战才算真正的开始 随即任牙以闪电般的速度踢出一脚 接着用脚趾抓住永次郎的头发 然后猛地向下一撤 危机关头 永次郎连忙侧身挣脱了束缚 趁着任牙在空中旋转之际 永次郎狠狠地一脚朝着任牙的要害踢去 但还是被像开了挂一样的任牙轻松躲开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全都惊在了原地 这神乎奇迹的对决已经超乎了常人的想象 在他们的眼里 两人就仿佛站在珠穆朗马峰的山顶之上 可永次郎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和他站在同一高度 他猛地一脚将任牙踢飞了出去 直到倒飞了数十米后才勉强站起 可当任牙回头看去 永次郎却突然出现在烧将的背后 对于这个让任牙变强的女人 永次郎表示十分的感谢 解决完了小插曲 父子俩的大战再度开始 双方的拳头都用尽全力轰在对方的脸上 可两人却都没有丝毫地退让 互相对着下巴又是一记重拳 与此同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不清的吃瓜群众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场父子大战的最终结果 但是在耐力上很明显是永次郎更胜一筹 趁着任牙落地之际 永次郎狠狠地一拳朝着任牙的面门哄去 关键时刻任牙用手臂交叉挡下了这可怕的一击 接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任牙腾空而起 一个翻身骑在了永次郎的脖子上 这是令人何等感人的影响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父子 都应该以这样的父子关系为榜样 而此时的永次郎就好像是带着儿子去逛街一样 这种感觉是任牙从未体验过的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任牙从永次郎的背上落下 接着他突然一把抱住了永次郎的腰 然后猛地向身后的地面砸去 永次郎倒立起身 对于他来说任牙的攻击还远远不够 接着永次郎张开双臂 对着任牙的脑袋就狠狠地拍了下去 而这正是永次郎当初击败郭海黄使用的那一招 顿时任牙的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去世时的身影 当他再次缓过神来已经彻底失去了听觉 此时任牙已经听不到永次郎在说什么 但永次郎却将任牙的手折成了拳头 他要让任牙放弃一切防御 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拳头上 虽然任牙听不到父亲在说什么 但他还是握紧了拳头 再次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随即任牙脚下的地面碎裂 永次郎也将一切抛于脑后 两人同时朝着对方冲去 地表最强护殴正式开始 这承载着全心全力的一击 仿佛能够战胜世间的一切 不使用任何的武术和技巧 只管将全身的力量集中在拳头上 这才是真男人之间的较量 两人的拳头同时打在对方的下巴上 剧烈的撞击产生强烈的阴暴 以两人为中心 方圆数十米都被强烈的白光所笼罩 然而就在父子俩激战的同时 在城市的角落还有一个小可怜虫 正在观看这场父子大战 那就是任牙同父一母的姐子 杰克犯马